今天吃什麼菜? 阿KING跟你想點它 今天我們煮 雲耳荷蘭豆炒雙菇 材料有 金蠔菇、鴻喜菇 管菇 荷蘭豆和雲耳 首先我們把雲耳浸水 荷蘭豆 頭尾的釘不要 旁邊的雲耳也不要 就是這樣撕開它 這樣撕開就會 撕開它的雲耳 你吃的時候 就不會整口都是炸 管菇 我們就是用 擦手指 擦一擦 就不要用水洗 這樣就是 剪掉它出來 這些菇很有營養 又好吃 用來炒麵也很好 這隻金蠔菇 是新產品 後面的釘 顏色很漂亮 雲耳浸開了 要望浸了15分鐘 我們把釘剪掉 因為釘通常比較硬 接著我們開水 煮好 紅蘿蔔 和荷蘭豆 煮軟 待會炒的時候 就很方便 雲耳沒有味 所以我們先處理它 我會加蠔油 還有糖 炒一炒它 我們加一點水 炆一炆它 讓它可以入味一點 好 當所有的水 收乾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拔起它 然後我們加入蒜頭 炒香 紅蘿蔔 和荷蘭豆 炒兩炒就可以了 我們加入雞汁 黃蘿蝦 先加上炒 混合拌 混合拌 我盡量不要加太多水 和鹽 因為不然他們就會馬上出水 我們加入金蠔菇 放入鮑魚 快炒 發覺不夠油,加少許 在鮑魚裡加少許 再炒起 放入雲耳 雲耳已經有味 再加少許鮑魚汁 好香 加少許豆粉水 豆粉加水 加一個芡 很快,完成了 又可以吃 真的好吃 想知道我下次會煮嗎? 快點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和朋友分享 我們都在這邊 下次見 我們更快 見到 下一個訂閱 我們下一個訂閱 中午 三小鈴鐺 小鈴鐺 我們下一個訂閱 大鈺 我們下一個訂閱